而回顧8號的時候 民眾黨當時為了要支持柯文哲 是集結了很多的支持者小草莓 要來抗議司法不公 在活動過程當中 就有一名短髮的正妹 她當時是拿著麥克風 中英夾雜者晶晶體 在發聲力挺柯文哲 就成為了網路上網友討論熱議的話題 然而雞排妹鄭嘉純 是在昨天就發問呼籲說 如果你曾經有發布或是散播 或是轉發這位女孩在台上的影片 或者是你有發布相關開玩笑的留言的話 請你刪除相關的內容 I want to tell everybody I want to say司法不公平 文章新聞報紙上面 鬧得我們國家的機密 全部都被透露 我個人非常不能同意這件事情 鄭嘉純十日在臉書上發文說 有件嚴肅的事情想跟大家說 是關於前幾天民眾黨活動上 那位講英文的短髮女生 鄭嘉純說明 一位她非常信任的人 因為非常擔心 因此構知了一些實情 而內容因為隱私無法透露 但是她想要呼籲大家 如果有發布 或者是轉發這名女孩 在台上的影片 或者是曾經對她有開玩笑的留言 如果不會造成困擾的話 請大家刪除 謝謝大家 鄭嘉純更進一步強調 這跟聖母病沒有關係 我願意用長期累積的信用 來請大家刪文 空軍營駕換上2000的戰績 是在昨天晚上訓練的時候 失勢墜海 幸好上位飛官謝沛軒 她及時彈射 在海上漂流了兩個小時之後 是順利獲救 而同綜合醫院的急診部主任 也在今天早上透露了飛官的上市 她人意思是清楚 蠻勇敢的 目前是有下船、折航、上廁所等等 一切都算穩定 她其實對達什麼都很 她也很吸收大家的關係 主要是因為她是 與飛機彈射出去 所以其實在那個 重力加速度的情形之下 她那個機轉 也擔心頸椎會有狀況 那包含落海的時候是一個背部 背部落海的情形 所以才會有頸部啊 背部的一些挫傷的情形 住者的時候難免會有槍到水 所以我們在初步檢查的時候 因為發炎指數 白雪球也稍微高了一些些 所以其實後續也會觀察 會不會有一些吸入性肺炎的狀況 急診部主任魏志偉表示 謝沛勳目前狀況穩定 可以下床走動 而她背部跟頸部有些微的擦措傷 整個過程十分幸運 再加上國軍訓練精良 才沒有嚴重的傷勢 而當時她是背部落海 所以有嗆水的情況 後續院方將會持續觀察 是否有吸入性肺炎的狀況 總統賴清德也在今天上午前往醫院 探視飛官謝沛勳 而她也轉述醫院的說法 表示飛官目前的情況穩定 沒有生命危險 一切都非常好 而至於意外發生的原因 賴清德也說 國防部會啟動檢驗措施 後續會再向社會大眾報告 我們也非常高興能夠完成使命 然後全體國軍保護會 還有全體國軍保護會 同時也感謝華盾副部長 和通軍的指令 黃碧雲還有會主委 以及通軍海軍昨天晚上 全力來收救 謝沛勳上位 我們也非常高興能夠完成使命 那我剛剛已經看望了她 非常感謝同眾和醫院 給予最好的醫療 那剛剛同眾和醫院 同總院長特別強調 目前情況穩定 沒有生命危險 一切都非常好 我也盡請國人 能夠全力支持國軍 做國軍的後分 這樣的話呢 國軍會更有力量 來保家衛服 我們社會也才有可能安定 那至於這次的 換向兩千 這個 飛機的這個事件 黃碧雲部長已經很提到 他們會進行 他們應有的程序 來進行各項的經驗的措施 特別強調 飛官的安全是非常沒有安全的 而這名飛官 謝沛勳呢 她其實已經結婚有小孩 而她的妻子 過去也曾經發文說 其實在眾人看似光環的職業下 有很多心酸 謝沛勳的妻子過去在臉書發文表示 她當時每天一打二忙得不可開交 丈夫是國家的人不常回家 甚至會去美國受訓一個月 讓她快要累瘋 在眾人看似光環的職業下 有多少心酸 有多少小孩跟另一半 也都在忍受寂寞分離 你用生命保護著國家 也守護著我們一家 我能做好的就是照顧好小孩跟自己 讓你安心 每一趟起飛都能平安落地 再來要看到的是 藝人黃紫椒她被控涉嫌 在2006年以藝術犧牲等理由 誘導當時只有17歲的K小姐 穿泳裝拍照 並且是性侵得逞 不過她被地檢署 今天以罪嫌不足等理由 處分不起訴 黃紫椒在2023年間遭告發 猥褻性侵多名女子 一名K小姐指控她在2006年8月間 只有17歲時 受到黃紫椒的邀約到內湖住處 引導她換上清涼的泳裝拍照 卻遭到性侵 K小姐不滿 遲遲為獲得黃紫椒的道歉 決定提告 而她被地檢署 今日以罪嫌不足等理由 處分不起訴黃紫椒 接著我們把焦點轉到大陸 在大陸有一名第一名的網紅 大家應該都聽過她 叫做瘋狂小羊哥 她是當年靠著這個帶貨走紅的 在微博上擁有超過1億的粉絲人數 不過她最近就被爆料說 她偷吃旗下的女主播默默 但是小羊哥到現在都沒有做出回應 如今更有一張小羊哥 在夜店積穩辣妹的照片 是在微博上瘋傳 只見照片中這名男子神似小羊哥 而且對象不只一個人 就引發了網路關注 微博在11日瘋傳一張 疑似小羊哥夜店親吻照的照片 爆料者PO出多張 一名神似小羊哥的男子 在夜店裡和不同辣妹激情熱吻的照片 據傳還有一支長達半小時的證據影片 而由於曝光的照片當中 並沒有拍到這一名男子的正面 因此無法確定是否就是小羊哥本人 但仍然引來大批的網友討論 不僅如此 還有人PO出小羊哥在夜店玩樂的影片 說這件事當事人都沒有說話 建議大家不要亂帶節奏 但是小羊哥愛玩是真的 經常刷到他在酒店Happy 至於他由於至今都沒有出面說明 網友就分成兩派紛紛討論 有人說沒有出櫃的話 早就出來澄清了好嗎 而另外一派則說 現在AI合成蠻厲害的 所以真假難定 而對於小羊哥劈腿旗下女主播 默默的傳言 最近甚至還有謠言說 當初他們是因為不願意 小羊哥不願意給默默分手費 才設局讓默默被以涉嫌敲詐勒索被逮捕 對此默默的家屬 他就證實確有此事 而且案子已經到法院了 但是對於敲詐勒索小羊哥的這個案情 他們並不清楚 所以這個兄弟們可以罵我們 可以在我們直播間 所以我恳請大家不要去罵我們的同志們 他們和兄弟們一樣 綜合陸媒報導 小羊哥被爆出劈腿旗下的女主播默默 而小羊哥老婆因為發現默默懷孕 要求默默辭職 默默則要求要1300萬元台幣的分手費 然而隔天默默到公司準備拿錢時 小羊哥夫妻並未現身 而是由公司法務出面 告知他涉嫌敲詐勒索 默默因此被警方帶走 根據了解 小羊哥在談判時私下錄音 接著用英黨反控默默炸裁 就知情人士透露說 默默在去年12月 在上海被警方帶走 現在關押在某地的看守所 而對此默默的家屬表示 案子已經到法院了 但是對於敲詐勒索小羊哥的案情 他們並不清楚 不清楚